屏東縣政府舉辦2022好評生活 屏東社區產業博覽會宣傳記者會 副縣長無力學廣邀民眾 國慶三天連假到屏東公園 現場除了有社區好物直賣 金牌農村在屏東 農在特有種及走讀屏東四大主題區外 更打破過往產業市集規劃 該以主題遊樂區及闖關遊戲主題進行規劃 從上午10點到晚上9點活動不間斷 這次我們整合的產品非常的豐富 包括就是有結合社區的產業 異業結合 譬如說有面膜 然後有鳳梨香茅汁 甚至有一些羊奶果做的冰淇淋等等之類 都是社區在地的產業所做出來的 那也包括我們有金牌農村的 包括社區的一個走讀的部分 那希望把這幾年屏東 現在農在社區所經營的努力成果 透過這個機會除了介紹我們的農在的產品之外 那也同時也能夠介紹我們的社區的生態 走讀那個理由的部分 屏東社區產業博覽會議10月8號下午 將邀請藝人李懿到場跟縣長拍門案 一起為活動揭開序幕 10月9號下午則邀請親子台的哥哥姐姐 與大小朋友同樂 10月10號更推出適合合家大小參與的 全家好評野餐區活動 這個食材是我們的龍膽石鮑魚壽司 豐盛的四人份野餐盒 有馬告排骨 龍膽壽司 黃金茶葉蛋 百香鳳梨冰茶 棉花糖巧克力蛋塔等 只要599元限量百份 網路預定已秒殺 而好評不斷的屏東社區產業博覽會 今年集結40個農在社區帶來種類多元 且豐富的社區特色產品 還有許多首次亮相的新品 我們的營加果是我們最高的一個作物 所以它的油非常的非常的貴 那今年我們推出了新的產品 叫我們新之前我們的一個保養液的精華油 那這個精華液保養油呢 透過我們的皮膚接觸 讓我們的膚色更好 純粹是古早味 我們知道客家人很會醃漬一些東西 放著越久 越沉 越香 越好吃 你不要看它裡面是黑色的喔 那個是它本身黑豆的顏色 好逛的市集 好玩的闖關遊戲 2022屏東社區產業博覽會 10月8號到10號在屏東公園登場 屏東縣政府邀請民眾 國慶連假逛博覽會 了解屏東社區產業特色 記者張如意 劉建榮採訪報導 記者 李宗盛